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公共资金 如何被用来吸引私人资金 以应对气候融资的竞赛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巨额资金的流向成为了各国政府 和国际组织急需解决的难题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获得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至关重要 在多伦多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前加拿大环境部长凯瑟琳·麦肯纳 强调政府资金的不足 并呼吁以混合融资的模式 来填补这一巨大的资金缺口 这一新兴模式旨在利用有限的公共资金 来改善项目的财务条件 吸引私营部门的投资 尤其是在高风险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推动混合融资并不容易 这一模式的复杂性 使得许多私人银行无法参与 并且缺乏足够的成功案例 来改变风险认知 尽管如此 加拿大金融发展公司 已经推出了新的混合融资平台 希望能够为多个发展中国家 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 我们也将关注到富裕国家 在卡29气候会议上达成的艰难协议 承诺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 虽然这一目标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批评 但仍被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 我们将探索如何有效地利用公共资金 并吸引私人资金来解决气候变化的难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下 资金的流向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 尤其对于那些正在努力应对气候挑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多伦多最近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这个问题成为了与会者热议的焦点 加拿大前环境部长凯瑟琳·麦肯纳 Katherine McKenna直言不讳地指出 政府提供的资金远远不够 面对这一挑战 越来越多的专家和领导人呼吁采用一种名为 混合融资的创新模式 这种模式利用公共资金来吸引私人资本 从而提升项目的财务吸引力 麦肯纳强调 创造性的激励措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特别是在高风险的发展中国家 商业案例往往难以成立 事实上 这些国家在全球清洁能源支出中 仅能获得不到20%的投资 这说明了融资缺口的巨大 为了弥补这一步足 加拿大金融发展公司与三菱金融集团 和绿色气候基金合作 于靠29会议期间宣布了一个新的混合融资平台 旨在为多达25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这并不是加拿大在混合融资领域的首次探索 2020年加拿大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方式提供了1750万美元的资金 支持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首个价值1亿美元的太阳能项目 这一成功案例为后续不需要优惠条件的风能项目铺平了道路 convergence组织的数据显示 混合融资在气候融资中的使用从前年的80亿美元猛增至183亿美元 说明这种模式正在快速成长 然而推动这一模式的过程并不简单 每笔交易的复杂性以及公共资金的特殊条件 让混合融资的推广面临重重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 全球气候金融加速器的苏珊麦基奇 Susama基奇指出 每笔交易都需高度定制化 这正是他难以被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 但他同时认为 这种模式仍然在填补资金缺口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他指出 加拿大可以在国内的原住民社区 和气候项目中更好地运用这一模式 而一些人则担忧过度依赖私人市场 可能忽略公共项目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红桥市场这个北京的老牌市场 正在寻求重获新生 曾经是外国游客购买珍珠首饰的热门地点 红桥市场如今在国内消费疲软和电子商务的激烈竞争下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市场经理经纬强调 红桥市场在适应变化上不遗余力 特别是借由文化价值的提升来吸引顾客 在直播销售和社交媒体的帮助下 红桥市场希望能重新吸引国内外的消费者 尽管困难重重 而在国际舞台上 富裕国家在巴库的Cup29气候会议上 同意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 这一提议只在替代之前 未能按时达成的1000亿美元目标 这一新协议的达成过程充满波折 特别是在经历了多次谈判代表的退出后 联合国气候首席关西蒙斯蒂尔 称赞这一目标是一项人类的保险政策 但他提醒说 只有在资金及时到位的情况下 这一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然而 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国内预算压力 发达国家在旅行气候融资承诺方面 依然面临挑战 在全球变暖的威胁下 各国必须加快行动 否则灾难性的气候影响将不可避免 随着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资金 分歧越发显著 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 全球社会必须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以确保为所有国家带来更清洁 更安全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混合融资是一种融资策略 结合了多种资本来源 通常包括股权资本 Equity Financing和债务资本 Debt Financing 有时还会涉及其他金融工具 如可转换债券 Convertible Bonds和优先股 Preferred Stock 这种融资方式旨在达到资本结构的最佳化 资本成本的最小化 并提高企业的资本灵活性 这种融资形式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不同资金来源的特点来满足企业的需求 股权融资可以提供无需定期支付利息的资金 减少财务压力 但会稀释现有股东的持股比例 另一方面 债务融资通常会提供更低的资本成本 且不会稀释股东权益 但需要承担定期的利息支付义务 可转换债券和优先股 被视为混合融资的常用工具 因为它们结合了股权和债务的特征 可转换债券 允许投资者在特定条件下将其债权转换为公司股票 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具有吸引力 因为它提供了股权增值的潜力 优先股则提供了固定的股息收入 同时在公司清算时比普通股股东具有更高的所长权 混合融资策略的选择 通常取决于公司的资金需求 市场条件 风险承受能力 以及管理层的融资偏好 不同的行业和企业 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混合融资方式 例如 高科技公司可能会更加依赖股权融资 以减少财务压力 而成熟的企业可能更偏向于债务融资 来维持现有股东的控制权 历史上 混合融资已经存在多年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这种融资方式变得越来越普遍 它在私募股权 Private Equity和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市场中特别常见 因为这些投资者通常寻求 既能获得高回报 又能减少风险的资本结构 在数据方面 混合融资的市场规模和交易数量 通常随着经济周期 利率水平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而波动 例如 在低利率环境下 企业可能会偏好增加债务筹资 以降低资本成本 而在股市强劲时 可能会增加股权融资 以利用较高的市场估值 总体而言 混合融资是一种灵活且多样的资本管理策略 能够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资本来源 并在不同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中 实现资本结构的最佳配置 这种策略 需要企业仔细评估 不同资本来源的成本和风险 以做出明智的融资决策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混合融资模式 无疑是打破目前气候融资僵局的一个绝佳办法 正如一些国家已经展示的成功案例 这一模式能够有效吸引私营部门的资金注入 试想 乌兹别克斯坦的太阳能项目 在加拿大的启动资金下 后续投资者被吸引加入 从而启动了更多项目 这种效应不仅限于能源项目 还能在防洪 森林保护等 需要大量资金的项目中发挥作用 从而填补发展中国家资金缺口 虽然混合融资听起来不错 但其实问题不少 首先 这种模式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风险太大 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不稳定 其次 混合融资的过程过于复杂 包含了诸多谈判和不同条款 让每笔交易都成为定制化的噩梦 更重要的是 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期方案 如果市场机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那么我们早就不需要政府资金了 确实 混合融资存在复杂性 但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增加公共资金的作用 不仅仅在于吸引私人资金 还在于降低项目的风险 从而改变私人部门的投资观点 公共资金的参与 可以为私人投资者打下信心基础 就像一个古代官商合作的现代版本 在一些失败的案例中 真正问题可能在于 公共资金的运用不够灵活 而不是模式本身的不当 但是 这种所谓的风险分担有时候 只是一种假象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不仅仅是资金缺口 而是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你不能指望 用钱买来稳定和透明 更何况 过度依赖这种模式会让政府 揽于进一步改革 反而加剧他们的依赖性 苏珊 斯普朗克就指出过 这种模式很可能最终 只是给私有化推波助澜 带来更多的问题而非解决方案 正因为如此 所以混合融资 必须与政策改革同步进行 这就像一场大型多人合作游戏 需要所有参与者的通力合作 而不仅仅依赖于公共或私人方之一 正如多伦多的Convergence组织所示 去年183亿美元的成绩已经表明 这种合作模式确实能够大幅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推广这种成功经验 那么 为什么不直接投资于这些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 反而需要这么复杂的模式来吸引私人资金 这不过是权宜之计 短期看似有效却有可能留下长期一换 直接的公共投资反而能够更容易达成长期的稳定发展 毕竟市场机制从来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 如果我们想要真正解决气候资金问题 就不应该依赖于可能重新定义资金流向的投机模式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聚焦于混合融资模式 在解决气候融资问题中的有效性 双方各自展现了不同的观点 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材料 楚天书强调混合融资作为解决资金缺口的良策 引用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成功案例来证明其吸引私营部门资金的潜力 他的论点在于公共资金的参与不仅能降低项目风险 还能提升私人投资者的信心 从而促进更多项目的实施 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 因为确实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显示 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的合作可以有效推动发展项目的进展 然而谢奇奇的反驳则非常尖锐 指出混合融资存在的诸多问题 他提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不稳定 这使得私人投资者面临较高的风险 此外 他认为这种模式的复杂性会导致交易的定制化 使得资金流动变得极其艰难 更重要的是 谢奇奇强调 过度依赖混合融资 可能使政府懒于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 形成一种依赖性 反而加剧了问题 楚天书虽然认同混合融资的复杂性 但他提出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并且强调了与政策改革的同步进行是成功的关键 然而 谢奇奇进一步质疑这一点 认为直接的公共投资可能更能促进长期稳定发展 他的观点指出 市场机制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总结来看 两位变手的观点各有侧重 但也许都忽略了另一个关键因素 即国际社会在解决气候融资问题中的角色 混合融资的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但随着体系与环境的多变 任何单一模式都难以长期奏效 未来 或许更应该考虑的是 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与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气候融资以及全球市场的动态 这可是一场涉及数百亿美元的竞赛 首先 我们谈谈在多伦多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有关各国怎么想方设法把有限的公共资金 变成吸引私人投资的胡萝卜 前加拿大环境部长凯瑟琳 麦肯纳呼吁创造性的使用混合融资模式 这就像在项目面前挂上个大大的优惠牌子 让私人投资者一见清新 就算心里明知道这瓜饱熟不饱田 加拿大金融发展公司更是想在25个国家撒下15亿美元的爱的种子 希望收获一片绿色的能源森林 这种混合融资好比给早期项目配上辅助轮 让他们不至于摔倒在起跑线上 接下来 我们聊聊北京的红桥市场 记得它曾是珍珠首饰的天堂吗 曾接待过撒切尔夫人和尼古拉斯 凯奇呢 可如今 它正努力在中国经济的浪潮中挣扎求生 红桥市场就像个年轻时风华正貌的巨星 如今因为消费疲软和电子商务的竞争 正试图重拾昔日的光彩 疫情前 那里每天人山人海 如今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大批外国游客 依旧迟迟不来 市场内的商户们则在努力通过提升文化价值 和拥抱电子商务来吸引客流 当然 最艰难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 但要完全恢复 还是任重道远 最后 来看看Cup29气候会议的情况吧 各国终于在巴库的会议上达成了一项艰难的协议 承诺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这就像给地球买了一份昂贵的保险 但保费的问题让大家头疼不已 会议原定周五结束 结果延长到了周日 这让我想起学生时代总是最后一刻才交作业的日子 发展中国家批评这笔资金不够 但联合国气候首席关西蒙斯蒂尔却表示 这是人类的一项保险政策 帮助大家过上更清洁 更美好的生活 然而 美中不足的是 这份保单需要全额及时支付才能生效 总结来说 无论是混合融资还是气候会议 这些全球性的努力都像在一个乌托邦里搭建积木游戏 每一块都需要小心翼翼的放置 更需各方合作无间 这些努力或许在短期内看似缓慢 艰难 但对于我们这颗蓝色星球来说 都是不可或缺的 毕竟我们可不想把地球变成一个没人敢住的热带天堂吧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网友